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 Shar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集合 首先来看什么是集合 集合就是一种存放多个数据的容器类型 比如我们之前学过的一种集合 Ary其实也是一种集合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集合 那么随着编程的复杂度的增加 我们需要更多的集合类型来帮助我们实现 我们想要实现的功能 那么我们这里列出几种基本的集合类型 比如说动态数据AryList 列表、字典、对列和站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基本介绍这几种集合的基本使用方法 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些集合呢 因为它们比数据更加强大 实现了更加丰富的功能 可以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并且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五种集合类型 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 根据我们具体的使用情况来进行选择 我们具体使用哪种 跟我们具体的实践环境都很密切的关系 那么使用这些集合呢 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就像好像因为这些集合已经定义了丰富的功能和接口 那么只要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集合 就可以大大提高开发效率 就相当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 动态的数据 之前我们学到过数据来定义的时候 是不可以不指定大小 必须指定它的大小 只一旦指定了大小 那么我们就不能再改变它 那么这给我们的开发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那么动态数据呢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定义它的时候 可以不指定大小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 我们可以动态的改变它的大小 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叫做count的属性 获取它的大小 是不是很方便 同时我们可以随时的添加 随时的删除 我们可以根据数值 某个对象 这里面装的都是对象 根据对象来删除 也可以根据对象的索引 也就像数族里面的索引一样去删除 访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索引来访问 那么当然它就比数族更加的强大 同时呢 当然它也就缺点了 比数族比如说耗费更多的内存 那么可能存取速度 不如数族那么快 那么同时它里面是放的object的类型 那么需要我们装箱拆箱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有性能的损耗 这就是它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 由于动态数族 有它的一些缺点 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型 那就是list 范形 那么这个范形呢 我们可以定义它一种特定的 我们需要的类型 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装箱和拆箱的性能问题 当然它也有缺点 它的存取速度 将不会有速度那么快 好 那么我们可以具体的举个例子看一下 我们还是接着我们的宠物类型 那么假如我们现在需要定一个list 我们需要比如说我们之前定义过一个 cage的类型 cage的类型就是一个笼子 这个笼子里我们比如说可以放各种各样的宠物 比如放狗 放猫 放蛇 放老鼠等等 那么不同的笼子 我们可能放不同的宠物 但是它内部实现都是用area 数组 某种类型的数组来实现的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用list实现 那么我们这里仅仅列出list的使用方式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范形的类型是dog的列表 list 那么它的名字就叫list 好 我们定义一个这样的列表 列表在初始化的时候定义的时候 并没有指定它的大小 我们可以随时向它添加 比如说添加一个dog 叫做a 的dog 再添加一个叫做b的dog 当然你只能添加dog 因为我们在定义它的时候 可以f12看一下它的定义 这就是它的定义 很复杂 它继承了很多的范形接口 范形接口我们已经讲过了 每种接口都规定了它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属性 那么它就必须实现这些接口 定义的这些方法和属性 那么有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知道添加删除这些就可以了 基本的使用 就像我们幻灯片中说的添加删除 它的方法和errorlist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可以输出它的名字 所以我们可以输出它的名字运行一下 看下效果 重物的名字是a 重物的名字是b 对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删除 再添加一个c 可以添加一个c 然后假如我们添加了c 我们想把b删除 我们可以list remove remove at 我们删除第二个 remove也有好几个重载的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我们想用的 第二个呢 它的需号就是1 现在只剩a和c 对吧 把b remove掉 当然还有其他的list 比如说clear 那就是清除所有的 具体大家可以参考msdn的文档 那么这就是list 是不是比我们之前学过的数组 更加强大 更加好用 当然它也有些缺点 可能存取的速度 不如数组那么快 但是它的添加删除等等清空 或者是它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数组 对它进行初始化 那么比我们之前学到的数组 更加强大 功能更加完善 那么使我们的开发效率 大大提高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